这一次的营队呢 我们有大约75个人来参加 所以呢 也特别安排了香气志工准备大家的早午晚餐 那我们的食材呢 都是从我们的大爱农场 采取这些有机的蔬菜 作为我们每一餐菜肴的主食 那今天看到志工们呢 他们准备晚餐的材料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要准备这一道菜肴呢 就要先捣碎花生粉 那花生粉要先用这个传统的工具叫Billow的工具 然后以人工的来捣碎 过后呢就要过筛子 把大颗的花生 还没捣碎的花生再分离出来 然后再继续的捣碎 整个过程重复捣跟筛 相当的复杂 那花生呢 其实在莫山比克而言 是一个很重要的食物材料 那因为这里的油相对的贵 所以许多莫山比克人呢 就会以花生粉加入菜肴当中 以便取得油脂以及蛋白质的来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